民进党政负总统候选人蔡英文 以及赖清德的台内市竞选总部人员 一早到总部上班的时候 发现地上怎么有蛋汁还有破碎的鸡蛋 网上一看才发现原来两人的看板被搞破坏了 赶紧调出监视器画面 带来看当时情形 他手上好像有个袋子 那一个袋子 可能装了几个 好像装了几颗鸡蛋 然后要做准备丢的动作 好 丢了 丢了 总部人员发现这一名可疑对象 手上是提着一袋东西 那么在砸完蛋之后没有快步离开 反而是做了一个蛮奇怪的动作 就是拿起手机 对着自己搞破坏的痕迹来做记录 随即才慢慢的走离开 而竞选总部人员在发现之后 随即就立刻向警方备案 不过目前根据了解是不愿提告的 就担心距离这个选举的敏感时刻 又会遭到有心人士做文章 也因此目前警方是主动进入调查 已经掌握了一名可疑对象 感谢观看